一个残酷的信息摆在中国面前 中美科技产品脱钩已成必然了 大家好,我是卢仲成 在两个多月之前 美国众议院曾经突然举行了一场所谓的中国网络攻击的听证会 该会议核心的对象是一个叫做福特台风的黑客组织 当时微软公司直接就表态说这个黑客组织具有中国政府的背景 这个事件对中国的国际声誉和形象造成了严重损害 在两个多月的溯源调查工作之后 一个残酷的信息摆在了我们中国面前 中美科技产品脱钩已成必然了 根据4月15号中国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的溯源调查报告 美国这次所谓的中国网络攻击的听证会 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巨大丑闻 这是美国情报机构联合其他机构 针对美国国会和纳粹人的合谋欺诈行为 利用毫无事实依据的情报 在无底线的抹黑中国同时换取美国的财政拨款 整个事件的流程是去年5月24号 微软公司出具了一份技术分析报告 找了一个在2023年开始活跃的黑客组织 长期从事网络攻击并勒索财务等犯罪行为 然后就给他安上了中国政府背景的标签 随后五眼联盟国家网络安全主管部门 第一时间就跟进了 大肆援引微软的报告 渲染中国威胁了美国网络安全 实际上与美国不断栽赃中国的情况相反 我们中国国内多所大学地震检测中心等机构 所遭遇的网络袭击和溯源工作来看 反而是美国国家安全局NSA 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等机构 不断的对中国实施网络袭击 美国才是正儿八经的黑客帝国 而且全球市场面临一些黑客组织的网络袭击 很大程度上和美国国家安全局 和中央情报局的管理腐败分不开 经常出现网络武器泄漏的事件 导致黑客组织也掌握了更强烈的网络攻击武器 我们回到微软公司说的那个黑客组织 有中国政府背景的话题 这个事情本身对我们中国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 甚至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残酷的信息 很长时间里啊 微软操作系统被广泛的用于中国的各个领域 民用的商用的 甚至是部分政府运行机构 但是现在这个操作系统背后的平台 已经变成了一个可以被美国政府随时政治化的平台 这就很要命了 对我们中国来说 这是实打实的国家安全问题了 以往动不动就有人催啊 西方商业操作和政府是无关的 但事实呢 微软在中国赚了那么多钱 有着巨大的市场 但是只要美国政府有需求 他立马就敢搞出一个虚假的调查报告 这已经充分说明了西方那套所摧虚的科学无国界论 根本就是虚假的 完全是忽悠人的 这次事件啊 有两点可以要说 一个呢 是我们中国必须推广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安全操作系统了 维持最底线的安全防线 不一定是要超越微软 但是必须要有 另一个 美国将所有中美交集的领域都是以政治化 必然是中美一切科技产品的全面脱钩 而我们中国目前仍然依赖西方科技产品的东西 将来极大概率也会被政治化 这一点我们是必须早做准备啊 对他们不得不防啊 好 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 感谢收看 下期再见 by bwd6